為了歡迎駐美代表高碩泰 抗力 歷臨西雅圖 俠訪大西雅圖喬學各界 就舉辦了一場歡迎喬宴 各喬團代表以及當地相親 一共是三百多人出席 高碩泰致辭時表示 喬務是我國政府重要的任務 喬務不分族群 不分黨派 也不分世代 只要是支持中華民國的僑胞 就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未來將以提升服務品質 為目標 高碩泰也在麥賢輝邀請下 上臺接受紀念錦旗 並感謝僑胞們熱烈歡迎 僑宴活動策劃人 僑務諮詢委員孫樂瑜 致歡迎此表示 高碩泰身為美國與台灣僑梁 為僑胞服務的熱誠 即受到美國國務院邀請 參加人道救援活動 是讓人津津樂道的事情 高大使他這一年來在美國 外交方面提升了 中華民國的零件度 他能夠在美國的國務院 爭取到對中華民國 非常重要的人權援助這方面 救濟這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而且跟美國主流社會的接觸 也非常保持一個很一切 僑務諮詢委員周昭亮致詞時 說明西雅圖地區僑團不分藍綠 團結一致為僑區服務的現況外 更表示大西雅圖地區 將支持蔡英文總統的各項政策 西雅圖中華會館副主席李文輝 也代表中華會館及轄下傳統僑團 歡迎高壽泰的歷臨 駐西雅圖辦事處處長姚金翔 隨後介紹高壽泰經歷 並感謝僑胞們在上班日 踴躍的參加僑宴活動 駐美代表高壽泰表示 這是上任十個月以來 首次到西雅圖 非常感謝僑胞們的歡迎 他也強調服務僑胞是住外人員的本質 將提升服務品質 感謝僑胞們的支持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支持中華民國 但是我們是以行動 以我們對僑界的服務 提升我們的品質 來呈現對大家 對我們這麼關懷的一個回饋 我想很重要的是 今天中華民國在海外 受到大家這麼長期的支持 就是因為我們落實自由民主 法治 人權 包容多元的價值跟生活方式 我想這種免於恐懼 免於匱乏 那麼大家海內外團結一心 這是我們現在能夠支持政府的一個最重要的動力 但我想現在國內也面臨很多的挑戰 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相信海外僑胞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 因為我們今天希望中華民國走向世界 希望世界走入台灣 那麼我們的僑界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僑梁 我想中華民國的成就 希望大家以你為榮 但是我們也以各位在僑界 在主流社會 那麼很多的成功的故事 活動主持人也特別說明 餐桌上所擺設以客家花布精心設計的天燈 是由西亞圖台灣青年文化志工所製作 美麗的客家花布天燈 多種顏色的燈光閃耀 台灣文化之美讓在場僑胞愛不釋手 活動最後 高碩泰和貴賓們上臺 與僑胞們舉杯敬酒 僑團和僑胞也把握機會輪流上臺合影 僑院在歡樂氣氛中畫下圓滿句點 台灣文律師王玉鳳 美國西雅圖採訪不到